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翠 大家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吗 中国青年绿色种子计划 还获得了一个种子 这是我的运用摄影师 得了一个奖 给的一个证书 然后呢 这证书还送了一颗种子 这个种子很神秘啊 它也不写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颗 这种种子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准备把这种子种到我的大棚里边 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来 走吧 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一块很熟悉啊 这边就是我给我那些网友寄养 然后又种枇杷种子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这个法师长得很不错 这个坠话 这一批都是给网友寄养的 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一下 反正基本上都出盆了 咱呢就把这个种子呢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就期待一下 这种子到底是 是什么种子 是什么种子 在这里再给老铁说一遍啊 就是大家如果感觉你们是阳台党啊 或者是家里种花不方便的可以邮寄给我啊 比如说夏天就是不好度下的多肉啊 都邮寄给我 我免费给大家寄养啊 寄养好了之后吧 然后你什么时候要 我什么时候再给你邮回去 因为现在啊 在阳台上 渡下的多肉啊 非常的 非常的难 很容易就化水了 被腐了死亡了 你如果担心这个东西啊 你就可以来找我 我就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大棚里边 我们大棚那边有那个 这种系统啊 夏天也不会太热 而且我们这专业养殖的 会给你们把多肉养的非常的棒 现在呢 有很多网友陆续的地方往这边发 这个东西啊 你如果相信我的 可以私信我 把多肉邮寄过来 我给大家 就那个什么 就给大家 那个 养一下 养一下 这里是我 种植多肉的一小片 这几天呢 我感觉 找得还都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别人寄养的这些多肉 而且呢 我也给帮别人去 繁殖 这一刻呢 是 是有一个 肉有啊 让我给它 就是给它 收粉 收完粉之后呢 给它打一下种子 反正只要我能帮着忙的 大家尽管开口啊 不用客气 嗯 今天视频呢 咱就先到这里吧 好 拜拜